今天講講香港的心臟地大中環 因為近期很多人都在講中環的租金 或者中環的商鋪、寫字樓的租募情況 買賣相當疏落 沒什麼大手買賣出現 其實我看情況大家都有點擔心 因為赤租好像跌到很重要 也沒有沉底 另外有些人都覺得現在中環 已經不再有所謂心臟的象徵 或者地標位置在這裡 因為很多不同的行業都去了其他的地區 好像灣仔、質如蔥、再遠一點 觀塘都有很多所謂的 我不想用甲級的形容 但就算不是都越級雙下 地區就越級,裝修就鴿級 高雲中心肯定是鴿級 如果是裝修,地區肯定是越級 即是說現在都很流行 那些深水堡、豪宅 深水堡、甚至是元朗 豪宅、豪宅裝修 那些什麼都用同一套石 即是同一個石礦 都是用相同的東西 但問題就是地區不同 其實有很多人就說 今次香港的商業物業低潮 可能會比過去嚴重 所以政府看到這個情況 之前是減辣 那你同不同意這個看法 首先你同不同意 那很明顯的客觀事實 那減辣亦都同意這個看法 記者說這個做法當然是因為這個原因 現在問題是你同不同意的 就是你認為這個做法對還是不對 那當然是對的 因為你減辣好過你減少供應 因為香港就算到今天 只不過是空置率高 它的租金只不過是緩復合理水平 合理這個字很難說 是不是阿鴻是合理的 你讀經濟的人沒理由突然說合理水平 不是 因為是合不合理的 因為你跟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 香港之前是炒得太高 即是說Factors of Production 如果現在我那件事 你不是相對的嗎 不是相對的 絕對 因為其實這個就是很久之前 是張勇尚提出來的 講起炒樓 講起樓的問題 他問了一個問題 問了一個很深奧的問題 我想沒有什麼人能解答 他自己問自己 他沒有解答 為什麼有一件事的投資 可以長期的回報是高於其他一件事 是沒有可能的 即是說商鋪 或者商業大廈 或者樓 所以這些錢就會去實角度 漸漸走到一個平衡 所以香港的投資回報 其實不可以能夠 即是我投資一百元 在其他地方一年平均有六七七百元 在香港不會投資一三四元 其實投資回報是差不多的 在香港做餐廳 雖然說很難做 他投資回報都不是說低於其他地方 極多 即是低於極多的 雖然是因為一直在吃 但如果他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效果呢 你就是我投資一百元 我在香港做就賺五元 在大陸做賺八元 但問題是在香港做了五元 有四元就租了 公平的工資就是一元 如果當租金減少之後 人工就會加分 即是香港本身 你會發現很多人力資源 或者做事業 人工這麼低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如果香港可以在租金減少的話 人工是可以提高的 其實如果香港的租金下降 如果你看回一些數字 我自己緊要記得 90年代其實很多的所謂 現在的所謂旺區的舖位 他們的回報很多時候都有五六里 有些甚至乎求人買的那些 可能有七八里 我講的當然是一些深水埗 或者長沙環那些地區 但是其實近這十年 你見不到這個現象 因為那個租金回報 一些旺區一兩里 離幾兩里左右 甚至就算高的 都只有三里幾 其實我們看的形勢 你覺得有可能去回 90年代的五六里 我認為比較健康 但是買舖的人會死得很慘 這樣會比較健康 現在香港的舖 會出現什麼狀況 會出現 而且這不是一個壞事 長期來說 我這樣說 我設定阿翁鮑魚 富豪酒家的老闆 他跟我說 他說我最賺錢都是2004年 反而2004年是最賺錢 2005年是最賺錢 因為他說 之後租貴了之後 什麼都賺不到錢 就是說現在這樣跌下去 那些舖的錢是賺很多 就很慘 但問題是當你做了Adjustment之後 到最後的時候 整個香港的復甦會比較好 即經濟能力可以在租金下降 即是可以 能夠帶動出來 香港是太貴太貴太貴的 現在香港唯一出現的優勢 就是 在相比其他 就是 工作從家 變成了對商業大廈的需求少了 或者網購對於商業的需求少了 就很難捱 但是香港本來是炒得太高 所以現在就剛剛抵消了那個狀況 那這個呢 其實會不會顯生到 就是香港的收租股的前景都是很麻煩的 但是你 有些是住宅都可以的 但是不准住宅買那麼多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不應該 就是拆牆鬆網是應該的 是不應該的 是不應該有那麼多的阻止他們的買賣 好 今天和周顯說了商業物業 我們明天說一下這個住宅樓